这是武林神话吴明和破军的巅峰一战 破军要打败吴明以泄白发之恨 吴明要杀了破军替王气报仇 但见破军虎去一阵 背后的两把爵士凶器猛地出呛 破军一手持刀一手拿剑 刀剑人三者和一交加不绝 用出了苦练多时的杀破狼绝技 将吴明给逼得连连后退 吴明稳打稳扎臂其锋芒 暗中寻找时机发起反击 竟是夺走了破军的天刃刀 破军心中一惊却为自乱阵脚 靠着贪狼剑继续负于顽抗 与吴明手中的天刃刀激烈交锋 破军再次败在吴明手下 暗中的绝星两兄弟现身 用剑城的姓名威胁吴明 要吴明交出万剑归宗的半板钥匙 爱图心切的吴明破于无奈 只好将钥匙交给了绝星 绝星也信守承诺放了剑城 小心翼翼地带着破军离去 来到了剑宗的冰洞之中 破军将两把钥匙合二为一 变成了一把散发金色光芒的万字钥匙 随后破军高举万字钥匙 一道金色光柱不停折射 顷刻监禁变成了数十道 交相辉映场面显得很是壮观 在破军三人期待的目光下 万剑归宗立即从天而降 缓缓落在了破军的手中 万剑归宗 破军 说好条件 你向无神绝呼求教杀破狼 万剑归宗归我们无神绝功所有 怎么 现在下实验偷看 这大概是破军的又一憋屈时刻 万剑归宗还没有武热 就被决心夺走带回了无神绝功 得到万剑归宗的绝无神欣喜若狂 他的杀权配合不灭今生 在江湖上已经显有敌手 若是能够学会万剑归宗 即便是无名他也不放在眼里 可令绝无神没有想到的是 所谓的万剑归宗秘籍 除了开头的四句话深奥难懂 后面记载的剑招皆是无比平庸 会点武功的武夫便能学会 这让绝无神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绝无神无法参悟万剑归宗 只好将逆极收藏了起来 又从绝心两兄弟口中 得知杀破狼也奈何不了无名 无名的实力变得更加恐怖 然而绝无神对此不禁反省 拿出了一封战书交给绝心 把这封战书交到中华阁送给无名 老夫将要用杀拳打破武林第一神话 画面一转 完成任务的破军找到了绝无神 要绝无神将阎营交还给他 阎营作为响当当的强者标配 陪伴在绝无神的身边18年 深得绝无神的欢心 还替他生了小儿子绝天 绝无神当然不会信守承诺 真的将阎营交还给破军 甚至还对破军冷嘲热讽起来 想骂就骂 不过在骂人之前 最好先衡量自己 能不能够战胜对方 以免丢了性命 我不会放过你的 很好 我最喜欢看人少头戏 不过这会儿 我已经没有什么耐心跟你废话 趁你还有一口气可以滚 快滚 破军心之不是绝无神的对手 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无神绝宫 临走前放言一定会爆今日之辱 画面来到中华阁 鬼鬼祟祟的剑成眼见四处无人 竟从怀里拿出了一包毒药 下载了送给吴明的深茶中 剑成是由吴明抚养长大 吴明从来没有防备过剑成 他此刻的注意力都在书上 丝毫没有察觉剑成的异样 就这样将深茶喝了下去 时间如白马过细 决战之日如期而至 吴明来到竹林见到了绝无神 绝无神十年前曾被吴明击败 今日他是要击败吴明 洗刷十年前吴明留给他的屈辱 吴明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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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明的声音